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株水稻就是自然的雄性不育珠 有了雄性不育珠 下一步就是找保持细水稻了 这要用各种运性正常的水稻给不育珠杂交受粉进行试验 先让保持细和不育细杂交使不育细大量繁殖 再让恢复细和不育细杂交大量生产杂交种子 水稻杂种优势不就可以利用了吗 三系一成 杂交水稻大面积的质种开始了 这是在利用不育细和保持细 繁殖不育细种子 这是在利用不育细和恢复细大量生产杂交种子 拉绳子是在进行人工辅助受粉 这可以提高杂交种子的产量 这就是利用不育细和恢复细制成的杂交种子 它饱含着强大的生长优势 孕育着旺盛的生命力 这就是杂交水稻 它长势旺盛 岁大利多 大面积种植 亩产可达千斤左右 广大社员喜爱这种水稻 说它是农家珍宝 1981年 全国先行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 获得特董发明奖 这是建国以来国家颁发的第一个特董发明奖 湖南省水稻研究所所长袁隆平教授 被国际上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为培育杂交水稻 大大增产粮食 他苦苦探索追求了二十多年 全世界都掀起了研究水稻杂种优势的热潮 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 在经费不足 设备简陋的条件下 凭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吃苦精神 赢得了这场智慧与韧尽的比赛 使中国杂交水稻育种及世界领先地位 袁隆平培育成功杂交水稻 被国际公认为一次新的绿色革命 中国杂交水稻已在美国 在世界许多国家落地生根 杂交水稻每亩增产一百斤以上 1988年中国已推广一亿九千多万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